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我是茜涵,今天邀請人員投顧錢冠州分析師,老師好 茜涵好,大家好 因為現在國際疫情還是相當的嚴峻,所以昨天國安基金決議他不退場要繼續互牌,那投資朋友可以對這消息怎麼看呢? 首先我先講一下我的想法,我在這個禮拜,大概前兩天7月13號左右,我大概所有股票都出光了 原因在於說,其實跟這個國安基金決議有沒有退場倒是沒有太大關係,只是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似乎這個市場第一個就是熱度太高了 然後大概就是,幾乎是全民風生氣,我在幾個,不管是臉書啦,或者是說幾個社群,或是LINE的群組,幾乎每個群組都投資了 都要講合意啊,都要講中天,要不然就講哪一個生技股的部分,我覺得這樣來講,就有點好像,這個投機力道非常的一個比較大 這大概就是我最近來講的話,這個開始去做一個出托持股這樣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那當然啦,這國安基金不退場,我覺得當然也是好事的,畢竟來講的話,假設這國際疫情還是一個很嚴重的情況之下來講的話,這裡能夠去給市場上一個比較安定的一個作用 那重點來囉,重點就是說,這裡如果你覺得情況不太對勁,你想要離開,你還有機會離開 我先給大家這個結論好不好,那首先來講的話,當然,這個市場安定的力量,但是我們目前來講的話,重點在第二點 這邊來講的話,你還是要注意到國際疫情的一個變化,那其實我在先前,二月份其實來講的話,在今年二月份的時候,其實那時候國際上 這個每天,這個除了中國之外的一個新增疫情數,大概每天大概一兩千例,現在是多少例呢? 現在是每天二十萬例,這個真的非常的嚴重,而且現在喔,現在七月份,已經很實實在在的進入了一個夏天 我想這邊來講的話,重點在於說,假設這個新冠肺炎這個疫情,在夏天不能讓它做一個正式的結束呢?那該怎麼辦? 其實我們過去看到幾個例子,像亞洲的部分,像是這個歐洲的部分,都控制得還不錯,有原本的一個大擴散到現在幾乎沒有在亞洲,在歐洲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疫情發生 問題是,包括美國啊,美國這麼先進的國家,結果每天這個二十萬裡面,它貢獻了大概六、七萬 這個巴西也是五、六萬,那俄羅斯啊,或是伊朗,這些地方來講的話,你會發現,哇,這個地方好像還是一個,有些地方就是控制不下來 而且在美國這部分,這個先前川普實在是,我覺得動作太慢了,我覺得他今年的一個選情,我覺得可能也是有點麻煩 我覺得這個會不會也是這個國安基金不對場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說我們大概觀察一下,那到底現在的話,你有哪些指標,你稍微看一下 我覺得這邊來講,包括巨洋,房事故的部分,包括像郁金光,就是看所謂的一個瓶蓋跟文貌 我們先這樣做個分類,巨洋呢,是看這個所謂的產業回升,到底這個疫情會不會去做一個消退 這個NBA要開打了嘛,這個七月底八月初對不對 這個運動賽事會不會正式去做一個如期舉辦,或是舉辦一下子又開始做個結束 那我們看你先指標,就看到像Nike啊,像愛迪達,他的代工就是巨洋 你看他預計量還蠻強的對不對,今天股價往上衝我覺得是好事情 那會不會表示說,這個事實上好像疫情沒有大家想那麼悲觀 反正是後面還是有機會走出一個比較往上的一道 那另外講的話,像郁金光啊,像是這個文貌 這兩個就是瓶蓋股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郁金光大家就知道是這個鏡頭對不對,這個鏡頭的部分 那文貌呢,就是5G手機相關的,5G基地台啊 5G手機啊,跟這個3D改稱元件,蘋果供應鏈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兩大族群我們來看說到底下半年 到底這個國安基金退不退場 跟這個後面到底還可不可以去做一個大幅的切入有很大關係 那我們先看這個表格裡面來看 歷次國安基金,從先前的這個8523是第七次 其實歷次的復盤之後都是一個往上漲 那現在說高檔我不退出,那會不會跟這個前面第一次 最左邊這個第一次有沒有 這個大家還看到這個線圖嗎 最左邊第一次這個剛好是在多少 是在1萬點左右,這個在2000年的時候 會不會跟那一次又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可能就做一個留意 所以我們後續來講的話,到底這裡國安基金 這個民退場你也不要太過樂觀 你也不用太過悲觀 反正我們就看就先輪行好不好 那我先跟他講,我在我的這個Telegram裡面 大家歡迎來加入我 因為我們裡面提供非常多的資料 那你看巨陽今天還不錯 雖然說有小柔那個上影線 但是他至少短線走出一個比較像上的一個局勢 我想可不可以說這個下半年啦 至少在運動這個區塊 美國市場這邊來講的話 似乎也能夠走出一個比較穩健的一個局面 我覺得這是這些觀察指標 那另外來講的話,瓶蓋股的部分 像最近預金開始有點拉回 對不對,上不去了 800塊之後有點上不去的味道 那像是這個穩帽也是一樣 有一點高漲震盪 那先前像大力光就說 這個七八九月好像 看不出了什麼太大的一個變化 這個訂單好像不如預期 那會不會這個瓶蓋在iPhone 12 又是一次叫好不叫做呢 我們除了大力光之外 文貌跟郁金光也是一個 必須要說說我們的表弟 是,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將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ant跟Tag 才能檢視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拜拜